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今天是7月1號星期一 我是飛行士忠貞 今天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賺 好 那在這個禮拜 算是說第三季的第一天 也是7月份的第一天 所以在這禮拜五就是說 一些布局的重點 會非常的重要 如果說我們單純以今天來講 因為說在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其實說指數是小幅度的震盪 美股 美股市大指數小幅度的震盪 主要就是市大指數其實都是開高走低 在尾盤受到的影響 就是川普跟拜登的辯論 川普跟拜登的辯論 導致說整個美股市大指數在尾盤 稍微出現了一點變化 所以我覺得說這會是 短線上需要特別去留意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因為目前 越來越接近美國的總統大選 越來越接近川普跟拜登 一定會提出各式各樣的政策 這對於美國股市 甚至說接下來的降息 都會有非常直接的影響 所以這部分需要特別去做留意 總結來講 簡單給個小結論 我就說在這禮拜 這禮拜台股震盪機率還是比較高 可能說一直到 因為說這禮拜重要事件比較多一點 包含說禮拜三的小飛農 ADP 禮拜五的飛農就業數據 還有包含像是法國 法國的首輪選舉 他接下來的一些結果 或是說一些新的政策 都會影響到國際股市的變化 所以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來看一下 今天的三個重點 今天的三大重點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先帶大家看一下 本週比較重要的事件 在這禮拜如果說以個股來講 個股是沒有什麼重要事件 就是說沒有什麼太重要的法說會 但是比較重要的就是禮拜三 禮拜三的非農就業數據 ADP 跟禮拜五的正式的非農就業數據 還有失業率 所以基本上 在這禮拜五之前 如果說沒有什麼太大事件的話 可能說市場就會稍微的比較清淡一點 小福正當去等待禮拜五 非農就業數據的公佈 這部分就特別去做留意 還有我們在這禮拜 這禮拜全新的冠軍標股 五檔 上禮拜的五檔 漲勢都不錯 這禮拜的五檔有哪些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以這禮拜來講 第一檔4503的金羽 金羽還是一樣 因為我覺得說 以機器人跟鴻海整個集團來講 都非常看好 所以金羽還是一樣 是本週的冠軍標股之一 再來還有像是 4562的尹漢 也是機器人相關 所以這兩檔都可以去做留意 當然說接下來完整的 還有其他另外三檔 另外三檔有哪些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NE 趁著現在還沒有開盤 開盤之前先加入我的LINE 下去做關注 因為說這次整個禮拜都看好 給大家去做參考 我們回到重點 如果說以今天來講 因為我覺得說 以美股市場指數 它震盪機率還是有比較高 當美股市場指數在震盪 就像我講的 資金只會進入到三塊 題材股 防禦股 跟低本益比的股票 如果說以題材股來講 當然就是機器人 跟散出型的面板封裝 FOPLP 那這個東西就是群創 新科等等的這部分的題材 這比較偏向題材 就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比較偏向防禦類股 生技跟太陽能 太陽能這一塊我覺得 需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說以上禮拜來講 拜登跟川普的辯論會 它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太陽能族群 那影響到美國的太陽能族群 它又會在牽動台灣的太陽能股 所以這部分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那還有一些低位階的電子股 我上禮拜就一直強調 PA功率放大器 這種股票它不可能會跌到哪裡去 講完沒多久 上禮拜五3105的文貌 直接噴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這就是低位階的族群 好 個股等一下來看 總之就是說今天是這三大重點 那我們先看一下美股 以美股來講 美股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 其實就是小幅度的震盪 因為你看就像我跟大家說 道琼指數已經正式轉強 它原本是在季線跟月線之下 它已經出現了正式轉強 所以只要說法國股市 因為說道琼跟法國股市 它的內容物跟它的成分是比較相似 所以只要說法國股市 開始直穩向上反彈 道琼它就有機會往上去做突破 當道琼向上去做突破 其他三大指數就會跟著被帶起來 所以道琼持續看好 再來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在上禮拜五也是開高走低 也是稍微受到川普跟拜登辯論會的影響 再來S&P500 S&P500都一樣 就是說都是受到這種比較偏向政治面的影響 所以都是開高走低 包含像是費半 費半其實原本在上禮拜五 漲勢不錯喔 漲勢原本是漲了至少快3%左右 那也是因為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響 收斂到剩下0.94% 這個幅度還是不錯 所以以上禮拜的美股來講 其實整體表現都算是非常的好 那現在的日經有沒有 日本股市目前是跳空上漲了0.73% 將近1%喔 日本股市 所以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很多國家的股市 其實完全都不差 那當然就不用去 不用去擔心說台股會不會 全世界的股市都在強 台股自己就會相對比較疲弱 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邏輯 就是說 當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甚至說美國股市 歐洲股市 全部都是強勢的情況之下 台股不可能自己下跌 所以我就說其實不用擔心 台股可能會 短線上震盪難免 但是如果說 以整個大方向大格局來講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我們再繼續看一下日經 以日經來講 就像我們講的吧 我一直跟大家說 日本股市原本它只是受到日元疲弱的影響 只要說日元稍微的質穩 日經早晚會噴出去 有沒有 當時在季線跟月線下去告訴大家的 今天繼續在創高 如果你是做海外企貨 做日經指數 日經225 也是賺翻了 再來 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目前是小跌 韓國股市現在是有點開高走低 跌了大概是0.34%左右 所以其實說以目前來看 日本股市跟韓國股市是一漲一跌 這就代表說其實說 目前是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 那就是以個股跟產業為主 因為就像我講的 如果要去論科技產業的話 韓國股市它科技股的佔比 又比日本股市高 所以當整個科技指數 可能說S&P NASDAQ跟費半在震盪 韓國股市受到的影響 就會又來得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這部分就特別去做留意 不過也還好啦 就是說開高走低小跌了0.25% 這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那包含德國股市 德國股市是小幅度的震盪 即將要挑戰月線跟季線 這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重點還是落在法國股市有沒有 我說目前全世界最弱的國家 就是法國 那只要法國一轉強 道琼一定會跟著往上轉強 那以目前來看 法國股市又在創了一個 短線上的低點 那主要就是政黨的問題吧 如果說極右派當選 那市場會擔心說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新的改革 所以這部分就做留意 但是就像我講的 只要7月7號第二輪的選舉過後 基本上我覺得法國股市 它就會強談 很簡單嘛 沒有任何一個執政黨 會希望自己國家的股市下跌 是吧 什麼執政黨都好 一定會希望自家的股市是上漲的 所以我覺得法國股市極限 7月7號過後 它一定會有一個比較強力的反彈 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國際商品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在上禮拜五 因為說上禮拜五的PCE 符合預期 對於整個降息的預期心理 又在加深 所以美元指數稍微的往下回落 這是好現象 那比較值得下去做留意 或是說短線上可能會造成一點點壓力的 就是美債殖利率 因為上禮拜五的美債殖利率是大漲了接近3% 2.7%左右 那當美債殖利率大漲 美債價格一定就會往下掉 這個東西就是相對的嘛 那美債殖利率大漲 它就會壓抑到 可能就會稍微壓抑到一點點股市的資金 就像我講的 美國公在這個東西它叫做 全球資產定價之毛 零風險 那如果說零風險商品 它的殖利率很高 誰要去買股票 是不是 所以美債殖利率 美債的殖利率往上走高 它就會稍微壓抑到一點點股市的資金 所以這短線上 蠻需要去留意的狀況 但是美債殖利率怎麼突然會往上噴 就是川普嘛 是不是 因為說上禮拜五的辯論會很明顯 川普是幾乎是壓倒性的 去 就整個氣勢跟辯論的流暢度 壓倒性的勝過拜登 所以目前川普的民調是遙遙領先嘛 那既然是遙遙領先 大家都會擔心 如果川普當選 是不是 因為 他是不是說整個通膨 會重新在死灰復燃 是不是會變成說 接下來的降息機率會慢慢的降低 市場會擔憂這一塊 所以自然美債殖利率就會往上漲 但我覺得說不用擔心啦 因為如果要說最在意美國股市的總統 一定就是川普 百分之百就是川普 你就回想一下 當時在 當時川普執政的時候 當時的情況怎麼樣 天天都在講 道瓊怎麼樣 天天都在把道瓊說 道瓊創高是我的功勞 沒錯嘛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說美國總統大選 他這個東西是短線上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那我反而覺得川普的民調越高 對美國股市才是越有利 因為他本來就是史上最重視股票市場的總統 所以這部分不用太過擔心 那再來看一下 個股 如果說以美國個股來講 你去看喔 就以上禮拜來講 上禮拜 像是美國低太陽能 跌的是比較重一點點 那我覺得 因為如果說 川普的民調遠遠大於拜登的話 一些綠色能源太陽能 大家就可能就預期說 這一塊是比較不被重視的 因為如果說川普概念股的話 比較偏向是金融鋼鐵 等等的這一塊 那反而是 比較偏向環保 綠能 乾淨能源這一塊 會比較不被重視 所以在上禮拜五的 美國的太陽能相關類股 跌幅相對就比較重一點 有沒有 美國低太陽能 跌了9.79%左右 接近是10%一根跌停板 好 那重點來了 美國的太陽能股票弱勢 因為說可能說 川普當選有一些補助 有一些關稅 肩免的等等的 全部都會被拿掉 那這個時候是有利誰 這個時候反而是有利台廠 所以 大家這部分就要特別去留意 就是說 美國的太陽能股如果說 相對弱勢的話 反而說 國際上的一些轉單 反而是有機會轉到台廠這邊 包含說援金 茂迪安吉等等的 甚至說碩核 這些都有機會 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我覺得說整體格局 沒有太大的問題 很多的美國股市 它就是持續在小幅度的震盪 上禮拜我相對比較強的 就還是一些 以非電為主 可能說像是 AMD 比較跌深 非電 那可能一些跌深的電子類股 所以回到我們台股來看 也是一樣 回到我們台股來看的話 這幾個會是重點 因為其實說你這樣看整個國際股市很明顯 比較大的機率 比較大的概率 它就會持續去做震盪 那當指數持續橫環整理震盪 這幾個題材它就會是重點 題材股 防禦股 還有像是低位階的股票 來我們先從防禦股開始看好了 如果說以太陽能股來講 我們就直接先從太陽能股看 就像我剛剛告訴大家的 因為美國股市的太陽能股 它如果說市場預期 川普當選機率比較高 太陽能股的賣壓就會比較重 那當太陽能股的賣壓比較重 對於台廠來講 反而它就會是受惠 有機會吃到轉單 這部分就會做留意 所以包含像是6477的安吉 有沒有 我覺得說在上禮拜五太陽能 開始在大漲 它有一部分就是在提前反應這部分的狀況 還有像是 6443的元金 這些 這些都是很標準很典型的太陽能股 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3691的碩核 我覺得這三檔 都是蠻指標性的太陽能股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元金安吉跟3691的碩核這一塊 那還有包含像是 就是在整個7月底之前 當電子股震盪 生技股一定會有資金進去 所以包含像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藥華藥 有沒有 還在創高 一樣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6472的寶瑞 上禮拜五 大漲半跟漲停 這些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1795的美食 這個空間也都還非常的大 整個7月份都要去留意成績類股 所以總結來講 以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預計還是會 比較小幅度的震盪 那就是以各股表現為主 那不知道怎麼買 大家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先去看一下 本週最新五檔冠軍表股有哪些 那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什麼股票值得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早上的8點48分 再過12分鐘台股現貨開盤 那現在台子期貨是 小漲了30點左右 大概是25到30點左右 所以預計在今天的台股 震盪區間會比較小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來 目前的 因為如果說以目前的 台子期貨來講 就小漲了30點左右 那目前的日經 日經是上漲了0.51% 漲幅有稍微有一點點的收斂 那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小跌了0.24% 沒有太大變化 所以由此可見 其實整個全世界都是比較偏向 算是說稍微的停看聽 因為畢竟本週太多重要事件了 ADP 非農就業數據 法國股市選舉 川普跟拜登又在 互相在打工防戰 所以目前來看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的幾個 今天的大盤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就告訴大家 23050 它會是一個最大量的關卡價 結果上禮拜五 真的又過不去了 好 那以今天來講 我再強調一下 這個關鍵價是當日 當日有效 它每天籌碼都會有變化 當明天我會再給大家一個新的關鍵價 所以以今天來講 因為大盤的波動可能不大 所以我的關鍵價 我會把它抓得比較小一點 23230 它會有一個比較大量的賣壓 再來如果說以這個支撐點來講 22870 它會是一個最大量的支撐 等於是說今天的最大量壓力區23230 跟最大量支撐區22870 就像我講的 這個點位什麼叫做關鍵價 關鍵價就是它不一定會來 但如果說它來了 你就可以出手 因為這個叫做高勝率的價位 大家可以去做參考 可以直接把它記下來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個股 如果說以個股來講 我們還是先看全值股 全值股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 台積電如果說反映到2025的獲利 它的價格上看是1000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說上一次最高已經有反映到984 所以我覺得說台積電短線上空間不大 可能要等到7月份的股東會還是法說會 召開完畢 獲利上修才會再有空間 所以短期內一樣 它的空間不大 中小行骨還是比較好 再來鴻海 鴻海就像我講的 假設說你真的一定要去買全值股 鴻海的空間會比較大 因為其他三大全值股 2025的獲利都反映過了 只剩下鴻海 連2024還沒反映到 所以鴻海目前位界還是比較低一點 持續看好 會到240 你可以去做驗證 包含像是2454的聯發科 聯發科 因為說它在2025年 預估是賺大概70塊 那70塊給最安全的本益比20倍 所以它反映到2025的獲利就是 1400元 所以1400元以上 我們的看法還是不變 不建議去買進 就是說它的風險跟報酬比 比較沒有到這麼的漂亮 所以聯發科短線上 預計震盪機率還是比較高 那廣達 有沒有 我一直告訴大家 最漂亮的買點是300元以下 只要在上禮拜五300元以下買 現在通通是賺錢 所以看法還是一樣 你如果說 因為說畢竟說它如果反映到2025的獲利 其實320我覺得會是一個短線上的一個 短線上的一個滿合理的價格啦 所以廣達如果說沒有跌下來空手投資人 我覺得也是有更好的選擇在 這部分全值股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回到一些短線上的題材 就像我講的 當加權指數在震盪 提彩股它就有機會 包含像機器人 有沒有 上禮拜有什麼所羅門 那有的美的機器人 這提彩股 全部都是百花齊放 所以 包含像是 六四一式的化漢 如果說以化漢來講 它也是在機器人裡面 算是少數啦 真的有營收 位階也不高的一支股票 所以化漢可以去做留 因為說 如果說未來是要打一個 AI的工業機器人的話 包含像化漢 包含像鴻海 它都會連帶受惠 還有像是 其他的 化漢還有像金魚 這三檔都可以直接去做留意 機器人的部分 那還有像是說 比較偏向說 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 就是說一個比較新的題材 台積電之後會打的 所以像是說3481的群創 之前這一段 再漲就是這個 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 因為說這個 如果說台積電之後 是採用這樣子的技術的話 直接收匯的股票 就是面板 封測 還有相關的一些零組件 好 那就像我講的 我在今年不會去買面板 群創跟友達我都不會去買 原因在於說 以今年來講 這兩檔 不論說群創還是友達 它要有虧轉贏 難度都還是很高 以目前的債手訂單來看 今年應該是虧損 今年應該都還是虧損 所以群創我不會去買 但是我會去買它相關題材的 3663的新科 有沒有 漲上去 所以包含像是新科 或是說8064的東捷 它都是 跟群創有關係 一樣是在共同去研發這種 散出型的面板 面板封裝的 個股跟廠商 這些都可以去做留意 包含說新科東捷 它是比較偏向題材 但是當大阪在震盪 題材股就會很強 很適合 所以這部分去做留意 比較偏向防禦類股 就像剛剛講的 太陽是一塊 還有像是 像是 1477的巨洋 有沒有 1477的巨洋也是漲上去 跟1476的如虹 這些也是我們上禮拜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當大環震盪 防禦性的類股就會強 紡織 有沒有 巨洋長上去了 跟如虹 也是很快有機會會跟上 那還有包含像是 生技 美斯 美斯 其實300出頭的股價 真的很便宜 如果說以學名要來講 美斯目前這樣的價位真的是委屈 而且你去看 它是打了一段的底部 即將要向上轉向 就是說它的位階都還相當低 還有包含像是 6472的寶瑞也是 以寶瑞來講 我覺得說再生氣這一塊 因為CDMO本來說 它營收就比較穩定了 就是說代工製造 所以寶瑞我看好它有機會上千元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那6446的藥華藥 藥華藥就是說它的風險相對會來的 稍微的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它主要是以新藥這一塊為主 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比較偏向防禦類股的 那如果說比較偏向電子股 那低位階低本益比的 這就簡單了吧 有沒有 平蓋股PCB PA功率放大器 這些全部都叫做低位階 2313的滑通 包含像是2368的金像電 這些位階都相當低 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禮拜 整個台股就是小幅震盪 以各股表現為主 那各股表現為主 不知道買哪些股票 打電話進來 我帶你買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我們便宜財賞 為主 我們要明明 我們要記住 這一段 我們要記住 這個問題 不是 跟小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